因为我有给各位一篇那个啦 因为刚好最近蛮多同学都有类似的问题 那要怎么样去网路上抓资料 其实各位可以从那个补充范例里面 其实偶尔当然我没有很那种有系统的整理啦 里面的话大概里面有关 我刚刚讲的美日外汇行情 那这个范例是一个同学 他在某一个台风天 那个台风天好像是很严重的台风 我忘了拿一个台风吧 然后他就在家里没事就写这个 因为他每天要做什么事 每天就是要去那个这个外汇 每天都要去抓这个这些指数 外汇的指数包含就是什么 欧元美元然后等等的美元对港币的 这些他每天都要去抓一次 然后他到那个巨亨网里面抓 那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可以把先抓下来之后 然后做什么呢 他就是再去把你不要的东西切割 那这个地方好像会有两个 两个那个就是表格 所以他这边切下来的话 好像就是一个一个是在这边吧 另外第二个是在后面 所以他下来之后的话呢 还会有上面的这个这个栏位名称 所以他就抓下来之后先放在下面吧 然后再把它移到那边去 最后把上面的砍掉 就一笔一笔了 所以他最后做完之后就把它做一个按钮 按下去 自动会怎么样 把今天的东西帮你下载下来之后 然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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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通通都把你抓下来了 放在你要的位置上面 那这里面的话其实也是我之前讲的 就是说你如果不会下载那个网路上的资料的话 你可以用录制的 然后再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就是从第一个工作 从那个第一个工作表到最后工作表 他会自动你的清单就在这边 他有个清单出来 至于如果你有兴趣同学的话 因为时间关系 还有这个东西是属于比较进阶的 恐怕如果有兴趣同学 这边有个范例档 这边有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 应该如果你有上我的课的同学 应该慢慢会比较看得懂 因为这些都是我教的方式写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今天就讲到Vis 其实Vis这一行是怎么来的 这一行到这个Vis 实际上就是去录制下来的 那只是差别就是一个网址 一个名称 还有就是说多一个什么 许词 哪一个许词 然后点slate 这个好像前面有做过 然后他这个是一个共用的程序 就是用呼叫的 call 然后把他的美元指数 跟他的网址丢过来 去抓 然后怎么抓 底下这边有一些 就是格式部分 这个格式也是 他利用录制的方法 一个一个把它加上去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慢慢看 那这个部分的资料 各位可以发现 他实际上后面都有个问号 这个问号的话 表示说 他是用get的方式 去抓取资料 用那个我刚刚讲的 就是所谓的开放的 那他用的那个动态网页技术 是那个aspx aspx 那这个技术的话是微软的 那目前当然 盖分下来 大概目前比较普遍的 大概就是三种吧 要不就是aspx 要不就是什么 php 要不然的话 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一个jsp 大概就是这几种 那这几种的话 就叫做动态网页 他们主要做什么动作呢 就是帮你去 把资料库的资料 抓出来 秀在网页上 那秀的方法的话 不外乎就是有open的跟没open 那如果像这种是有open的 还比较简单处理 你用那个下载就ok 所以刚刚有同学来问呢 就是说另外 有一个案例就是说 假设 类似像这边有一个观测站的资料 那这个观测站的资料 各位可以发现 他是用jsp写的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用jsp写的 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单位 才会用jsp的 一般像什么 冲滑电信 好像有些也是用jsp的 或者像竹科的 那这个是政府机关的 政府单位 那这个地方跟刚刚的有什么差别 也就是说 他有一个同学 他每天都会有个需求 这边有这么多 然后呢 他必须借由台南点下去 下面会有一个资料 那总共一二三四五六 六栏 他必须把里面的资料 放在Excel对应的栏位里面 然后再卷下面一个 永康 你会发现上面不会变吗 上面不会变 你就不能动态了 变成你要怎么样 以前他必须怎么样 卷一个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 复制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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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换下一个 再换下一个 再换下一个 好 那如果你的工作 每天都要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这个功能变简单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稍微难一些一些地方 就是说 因为他不是借由传递 这个UIL参数 而去完成的 所以必须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动手脚 这个难度 就比刚刚还要难非常多 因为他本身就是不开放的 除非说你认识里面的工程师 他会给你呼叫的方式 你可以去知道怎么呼叫 你就可以动态去抓 是不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 或者没有关系 那你只好去用第二种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必须去模拟什么 模拟这个上面的 如果你是因为VBA里面的用的物件 是IE浏览器 所以你必须去模拟一个IE浏览器 然后去取得一个 这个物件 它的方法 也就是模拟的 让它去卷动 当它卷动完之后的结果 你再把它抓回来 放到Excel里面 这个听起来其实就复杂多 对不对 如果我有兴趣 因为刚好有同学问 然后其实刚好我放在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 自己看一下 基本上我是把它放到这边 最后一个 观测资料 用IE物件下载网页资料 我不确定 我好像之前有做过 我可以把它run起来看一下 但是 这个太久没run了 我不确定这个run起来 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有一个 观测站资料 这个是已经抓完的 如果每天我都要抓的话 这边有一些相关说明 然后OK 如果说我要重抓的话 清楚 好 那我再重抓一次 因为我不确定能不能按下去 这个时候刚刚的东西 它每天的工作 要花很多时间 但是呢 如果你会写的话 很快就可以把它抓出来 或者可能环境上面 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set IE的document create event 这个东西 可能要找一下 是不是有 有相容性的问题 或者安全性问题 可能要再看一下 大概类似的 如果你们回去试试看 我在我自己的环境下 应该是OK 可是这边的环境我不确定 这个东西 是不是说 有没有一些要设定的地方 基本上它的流程大概就是 我这边上面有写 第一个是下载这个网址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网址在哪里 就这个UIL 里面的话主要是什么 宣告一个IE 有没有 create object 把IE运动器怎么样 载到你的VBA里面 那也就是说最困难的就是整个把IE纳进来 然后有点像在背后 去把IE给叫出来之后 去连到那个网站 然后模拟你要的那个动作 再把资料抓回来 不过相对的 难度大概比较高一些些 如果有兴趣同学 你回去可以试试看 我印象中这个应该是可以work 最后的完成程式码 我是把它放在旁边 范例档跟程式码 有兴趣同学的话自己再试试看 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跟我们上课都是有关联性的 反正你写久了之后 越写越复杂 大概是这样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那个第一个范例 进阶的第一个范例 所以我刚好请各位同学下载这个 02的那个进阶范例 这个一样是放在我们云端上面 就是进来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是第一个 0102把它下载下来 里面的话请各位 先帮我执行那个 完成的这个04的大型四算表 这一个 大型四算表这一个 那首先的话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 在了解那个定存的这个 这个范例之前 请各位先帮我做出什么 99层发表 因为这个地方关于大型四算表的蓝列锁定技巧 那请各位第一个先这个原来是没有的 请在B1的地方输入1按Ctrl键向右填满到9 这个应该会吧 就是这边本来是没有的吧 那请你帮我做个99层发表 那这个99层发表不是说你一个一个慢慢填上去的 而是会很快的自动你只要做好一个公式之后 其他的话它就会自动产生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的需求是 这个地方帮我说1乘上1等于1 就两个相乘的结果 1乘上2等于2 最后一次 做一个 向下 向右 做一次就完成 OK 该怎么做 第二个的话 这个地方请各位自行新增工作表 叫我99层发表公式 第二个的话用什么 用函数 这个函数部分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上面的1到9了 而是直接用前面讲过的两个函数 叫什么 叫Column 跟Raw 这个Raw我没用过 Column的用法跟Raw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这个地方是第二个 用函数的部分 第三个是用什么 用VBA 这个VBA是什么 写个VBA 按下 99层毛表 请你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那个 99层毛表给全部做出来 大概是这样 就是把这个99层毛表的全部 跑到这里面来 OK 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 第一个公式部分先完成 那画面先放给各位一下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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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